嗨,哈囉,大家好,我是利歐 前陣子有講到特斯拉的目標價是一千塊 一千塊可不可以達成 昨天收盤的狀況,我看來我有點嚇到 分享給大家看 你現在看的話是一日線圖的話 一日線圖的話 它昨天收盤的時候強攻 強攻上那個月線 它以過去幾天來講都是沿著五日線上去嘛 它都沿著五日線上去 然後還有五日線跟十日線已經交叉 所以其實以技術線型來講的話 它現在短線上蠻強的 而且它還有一個最主要的這個關鍵點 就是這個粉紅色這個橘線 它橘線的話 它這個月線它這裡是620 所以620的話 620的話 我給你看一下它在那個 最後一盤的話 最後一盤這裡 它前面很久的好幾個小時 時間都在620這附近跑 都在620這裡跑很久的 然後到最後這一盤的話 最後這一盤成交量竟然來到 312萬股 然後我給它算一下 光是最後的這個5分鐘這一盤 的話 總共要花19.7億美金 那如果再加上 前10分鐘已經超過20億美金 所以 用了20幾億美金宅下去 最後讓它突破這個620塊的這個月線上去 代表這個市場上是 是怎麼講是很明顯就是要去做多 做多做多這個特斯拉 那這一盤這個威力真的是蠻大的 最後這5分鐘竟然拿出 將近20億美金出來 把它給突破 突破那個什麼月月 月線嘛 剛才講 在620塊這裡已經盤蠻久的 已經盤蠻久的 昨天這裡盤蠻久的 就後來就強力突破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強力突破 那就分享給大家做做參考 然後希望如果還沒上車的可以上車 那如果已經上車了就不要太早下車 目標是1000 目標是1000 分享給大家 謝謝